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如何用 ipad google meet 論等視訊會議 軟體做線上教學或線上視訊會議 然后呢分享這個 usb 文件攝影機的畫面 或者是外接式的 usb 攝影機的畫面 好就像這樣子為例 我現在造的的是一個 usb 的文 呃是一個文件 然後這是一個 usb 的文件攝影機 這樣子 然后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就可以同時做到 那個 google meet 的線上會議 給學生看 這樣子好 那我這邊要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ipad 上面做 google meet 分享這樣的畫面 他的流暢度並不會太好 不會太好 大概只有每秒只有10張左右 也就是說你會看起來會蠻頓頓的啦 這樣子 那你要能夠接受這一點 那以我們現在的例子來看 我們現在用 usb 的文件攝影機 來做分享 那你造的物體都是一個不會動的傷 的一個文件啊 或者是一個圖片之類的 或者是一本書本 所以每秒鐘只有10張左右的流暢度是能接受的 如果你今天是要分享這個動畫 或者是一個動態的畫面的話 那這個10張就會略顯不足 那以我們下流的例子是造的是一個靜態的東西 每秒鐘每秒就10張的這個流暢度 其實是足夠的好 這當然但是這是主觀的 主觀的這個判斷啊 那還是要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這樣的流暢度就對了好 我們現在看到除了是 usb 的文件攝影機之外 我可以還可以再分享 我如果說我今天要做自然教學 我可不可以分享這個 usb 的顯微鏡 這是 usb 的顯微鏡 分享給你看 我就把它拔掉 然后呢 把它插上去 好這是那個顯微鏡對不對 好那你看你現在看到畫面就是顯微鏡的畫面 來看哦 上上下下上下下 好那如果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這個 早期的文件攝影機可不可以用呢 比如說這是早期的這個 usb 的文件攝影機 我把它插上去給你看一下 好有看到了吧有畫面吧 這個是早期的文件攝影機一樣也有 只要是你的 usb 的攝影機是符合標準的 uvc 免區的這個格式 基本上都能夠使用 好 今天的影片介紹就是要介紹說 如何操作我這樣的過程 然後呢分享到 google meet 做線上教學的使用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如何將這個 usb 的這個文件攝影機的畫面 然後連接到這個 ipad 然後在上面做這個 google meet 的這個線上教學 好 那因為這個 ipad 嗎 他是這個洞叫lightning 的洞 這個 那他這個 ipad 的 lightning 這個洞 他是沒辦法接受這個 uvc 的這個攝影機 是沒辦法接的 所以你必須要買一個轉換器 這是我公司的一個轉換器 這個叫做什么呢 這個叫做 usb 的 webcam 輸入 然后呢轉換成lightning 的輸出 所以說我們等下的那個 webcam 就接到這個洞 然后呢這邊就接你的那個 iphone 的充電線接進來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好我們來操作給你看 好首先呢你將這個 這個 usb 的文件攝影機 連接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出貨會給你這條線 好 連接進來 然后呢這個地方會有個母頭嗎 請你把它接到電源 接到5伏特的 就是你手機的充電線 電源好把接進來 比如說我這邊把接進來 好你把接進來的充已經有給電了 然后呢這個地方lightning 的地方 你就接那個 iphone 充電線 這個是 iphone 的充電線 把它接進來 還有把接進來好 那 這個你會看到這邊有個叫做不支持 這個你就把它按關閉 然后他有一些會跳出什么 信任這個裝置你就打你的密碼 就信任他就對了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是lightning 的 ipad 那如果你是 ipad pro 是 usb c 的話 那你就把這條線換掉 換成你那條 ipad pro 那條 usb c 的充電線 把它接進來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都一樣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lightning 所以我用lightning 的充電線直接接好 這時候呢 出貨的時候會給你一個 app 你就把那個 你就把那個 app 給 打開來就可以使用了好 好現在這個 app 你看就有畫面哦你看 好 這個畫面就長這樣子 你看這畫面就來自於這個 這個 這本書有沒有看到 好你們看到哦就這樣子哦可以 ok 不管反正就這樣子吧 就這樣子 ok 好 那現在的話就是說 要把這個畫面分享到你的google meet 這怎么分享呢 ok 就是 你要先到你的這個控制台這邊 控制台這邊有一個 這個控制裝置 這邊的控制裝置 啊這個你看好這 這是最根目錄嗎 通知嗎這邊一個叫做控制裝置 然後這個個制定控制 選項 請你先將這個螢幕錄影給加上去 就這樣子加 比如說 你沒有加之前他是長這樣子的 那你要把它加進去之後 他就會出現在這邊 啊把它加進去就對 這個叫螢幕錄影把它加進去 好 這時候再把你的那個google meet打開來 這是你google meet打開來 不用了好 我們就新建一個會議 好就這樣子哦好 這這時候要怎么把你的那個 那個打開來 沒關係你就這樣子 你看到這邊有個點點點這邊 這邊注意看 這麼個點點點按下去 這邊有個就做 分享螢幕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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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就 開始 數 好這時候再打開你的畫面 好 這樣這時候你的那個 因為他下次分享你的那個 那個 ipad 的這個桌面的畫面 你就把那個剛才那 app 打開來 你你眼睛看到什么 就是分享到你的google meet上面 就這麼簡單 好大概就是這樣的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 你你可能要接別的那個 usb 的 的顯微鏡啊 或者是 usb 的文件攝影機 或者是 其他的 usb 的攝影機 你就把它換掉就可以了 你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邊是接這一隻嗎 那我們也可以換一下 換成那個 usb 的顯微鏡 啊這是 usb 的顯微鏡啊 那就把它接進來 一樣會有畫面 接進來 這時候他的畫面就是顯微鏡 這樣子 那你有可能接你早期的這個 早期的這個 文件攝影機啊 這是早期的 v4k 這個 好你也是把他接進來也可以啊 你看他接進來 也就有畫面了 沒有問題了 所以 就可以很容易的實現 將這個外置的這個 usb 的 文件攝影機 或者是 usb 的顯微鏡 分享到你的google meet上面 然後去做這個線上教學 這樣子 以上是一個簡單的一個分享